根据YouTube官方统计 2023年12月份新建的频道中 有70%在第一个月是没有得到任何订阅的 在得到订阅的频道中 平均订阅人数不超过10人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 有很多频道在新手期就获得了比较好的推荐 而且成长得比较快 那么人家的视频是怎么做的 今天我们就通过一个特殊的题材来学习一下 什么视频是YouTube观众需要的 YouTube究竟是怎么推荐视频的 好的 我们现在打开浏览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名字叫做小汤圆 我们看他发的内容 每一个视频的标题都非常的劲爆 那么他制作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 这个视频谈不上有什么制作技巧 就是有个妹子对着镜头聊一些敏感的话题 那么这个频道是一个月之前建立的 它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获得了434个订阅 它其中的一个视频播放了8.3万次 其他的三个视频也播放了好几千次 如果你觉得是偶然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另外一个频道 这个频道叫做动灵 我们看他的第一个视频是9个月之前发的 播放了60万次 最多的一个视频播放了115万次 两个月之前发的 标题是一天接了8个 遇到很猛的客人 腿软了 这个非常有想象力 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空间 这个视频的制作风格 甚至连这个封面的制作风格 都于刚才那个频道一模一样 他们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团队 同一批人做的 9个月的时间 发了24个视频 获得了1.61万个订阅者 哎呀我这一个多月的时间 发了将近20个视频 人家9个月的时间 才发了24个视频 别人的订阅者是1.61万 我们的订阅者是45个人 这个人比人气死人 好的我们接着看另外一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名字叫做十六子 我们看他第一个视频是什么时候发的 他第一个视频也是9个月之前发的 这个视频的风格我就不说了 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讲的内容的标题也都非常的引人狭想 最多的一个视频播放了105万次 8个月之前发的 那么9个月的时间 他是获得了将近3万个订阅者 一共发了29个视频 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频道 这个频道的名字叫做青芒叶 我们看看 他是6个月之前发的第一个视频 半年的时间 人家就做到了将近9万的订阅者 每个视频的播放次数都是几万次 我们看到最多的一个视频是两个月之前发的 他播放了739万次 这个视频的标题叫做 澳洲当妓女 一次接待6个黑人 这个视频我看完了 我可以非常负责任的说 他没有去过澳洲 没有在澳洲当过纪律 他也没有接待过6个黑人 他只是对着镜头 把写好的视频文稿给练了出来 但是这样的视频就是非常非常的吸引人 宁愿信誉不如退而解往 我们就要好好学习一下 别人是怎么把这个频道给做起来的 很显然这四个频道 它都是同一个风格 背后的运营团队很有可能是同一个团队 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同一个人控制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十六子的频道中 找到这个视频 塞着玩具出门 女人的真实经历 这个视频是五个月之前发的 我们看这个头像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熟悉 如果我们点开视频的话 我们会发现 他和青芒叶中 这个女人是同一个人 就是这个播放了739万次 这个视频中出镜的女人 这从侧面印证了 这些频道都是有同一个团队运营的 连出镜的影员都是同一群人 他们会相互的串台 我们看这些频道的特点 第一都是非常的专注 讲的都是什么 3P啊 第一次啊 SM啊 都是这样的内容 都是擦边球的 但是这样的内容 是有市场需求的 比如你会疑问 你怎么一下子找到这么多频道 那么没办法 可能就是我们这样的视频看多了 YouTube他比较懂我们 就给我推送了这样的频道 而且老给我推送 不知不觉中 我就攒了四个频道出来 也就是说 把视频频道做成功的一个 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你发的视频 一定要有市场需求 如果你的视频没有需求的话 你无论怎么努力 发多少个视频 都没有用 第二点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 你看别人发视频 一个月就是发三个四个 绝货多发 如果说精力过剩的话 人家就多做几个频道 那么我们发视频都是 什么时候做好 什么时候发 这样很有可能 给系统算法造成负面影响 影响视频的推送 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 别人这个视频 很方便的制作 我们看 不太美好的出业 出业可以做一个突出 澳洲当妓女 一次接待六个黑人 黑人就非常的让人狭想 爱爱中高潮 第一次三批 就非常的简洁明了 一个视频要想吸引别人看的话 标题包括这个苏略图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们要说 这个视频频道的运营团队 是非常非常牛逼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要发现一个流量密码 这个本身就是比较难的事 发现之后 再通过不同的频道 持之以恒的把它变性 那么我相信 在过一段时间 像这种类似的视频频道 会越来越多 他们很有可能会找 一百个人 两百个人 来做同类型的这个频道 都是有市场的 我们看这些频道的成长时间 大概都是六个月 到九个月 也就是说 即便是像他们这么牛逼的人 已经发现了流量密码的人 他们把视频频道做起来 也还是需要时间的 因为油管是不会 很突然的给一个频道 大量的流量 这样是不利于平台成长 而且平台肯定不会把 所有的流量都放到 一两个频道上来 对于一些有流量的话题 它一定是语录俊占 这样才有利于平台的发展 那么本期视频总结一下 要做好一个YouTube频道 首先我们要有一个 明确的目标受众 并且我们要确认 我们的视频 在目标受众中 是有价值的 你看 别人的这个目标受众 就是像我们这种老色皮 我讲实话 我看了这些视频之后 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厌恶的 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油管会给我推送 说这个话 真不是装清高 讲实话 现在我们会翻墙 我们要看什么视频 打开P站 打开X站 打开91 都可以 是吧 没有必要看这种视频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 这种视频在油管上 是有非常广大的目标受众的 并且他们也确实取得了成功 也就是说 在运营YouTube的时候 准确的定位 就是成功的一半 如果说你定位本身出了问题 视频没有目标受众 或者在目标受众中价值不高 那么无论你多么努力 最后你都不会觉得成功 相反 如果你定位准确的话 那么坚持更新 你就会获得成功 第二就是 我们要把握视频发布的节奏 定期发布 当然了 这个也要看人了 如果你就是有大量的时间 就是能天天发 这个也未必是坏事 不过如果你没有那么多精力 比如说像我这样 时间分布不均匀 那么可以把视频做好了之后 存起来 按照一个固定的周期来发布 后面我也会这样做 一个月我最多发五到六个视频 或者正常发四个视频就行了 不能发太多 不然自己的经历跟不上 第三就是要专注 那么我们视频频道 不能东一篮头西一把 所有的话题一定要有比较高的关联度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视频 又讲YouTube怎么做 又讲网站怎么做 又讲AI 那么我们发了二十个视频 就做成了四不像 我最近也在思考 要不要把这个视频频道 话题收窄一点 等做起流量之后 我们再扩展 这也是我从这些频道中 学到的知识 当然了 最后我们学到的还是 行百里者半九十 在YouTube上挣钱 这是一个比较难的事情 但是一旦你突破了 发现了流量的密码 那么你就可以复制粘贴 好的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